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篇信息 人生三大信念 在马可福音12章28到34节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一列火车一样 有起站也有终点 我们需要知道这列火车往哪里去 我们也需要知道这列火车的终点到底是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能成长到一定的时间 我们开始就会问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小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孩子们 他们最喜欢垃圾车 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喜不喜欢垃圾车 就是看到垃圾车好大一个长得好奇怪 所以他们就会说 爸爸我将来长大我要开垃圾车 你们有听过这样的人把我举起来 有没有 都没有吗 应该都有嘛 对不对 都说想要开垃圾车 到了青春期你问他说 你要不要想要开垃圾车 他可能就不一定想要开垃圾车了 他们想要当太空人 他们想要打直棒 他们想要打NBA 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梦想 想要进演艺圈 现在蛮多有这样的想法的 大概到了我们青春期 人们开始在问 到底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知道如果我们要定目标 有几个原则的 第一个原则就是 如果你要定目标 你先要会问问题 问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问对的问题 才会有什么 对的答案 问伟大的问题 就会有伟大的答案 牛顿就问了一个很伟大的问题 这个苹果掉下来 他没有说这苹果 到底可不可以吃了 他没有问这本 我们会问的问题 他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牛顿说 为什么苹果是往下掉 不是往上掉 正常的人不会问这种问题 他问了一个伟大的问题 他得出一个伟大的答案 苹果为什么往下掉 因为有什么 地心引力 因为他先问了一个问题 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 所以得出一个非常伟大的答案 这是第一个原则 第二个原则就是 你要问对人 因为你问对人 才会有什么 对的答案 人生很多的悲剧就是 你问问题 问错了人 而那个人给你错误的答案 你就迷失了 你就跟着他走 那么今天有一个文士 一个年轻的文士 他问了一个很伟大的问题 这个年轻的文士 我想他是很认真的 他是对生命认真的人 所以他就问了一个 很伟大的问题 他问夫子说 他问夫子说 戒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 所以你知道 犹太律法 总共戒命有613条 从安息日 婚姻 财产 规定多如牛毛 这个安息日 可以走多远 包括吃什么 日落以后怎么做 安息日 光安息日就不得了了 所以有613条的戒命当中 这个年轻的文士 我相信他是非常认真的 我相信他不是来找耶稣麻烦的 他心里面非常的认真 他真的他想要知道 613条戒命里面 到底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他要这样问呢 因为他想要知道 如果我知道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那么我的人生 我可以全力以赴的 去抓住这一条 去活出这一条 让这一条成为我人生的目标 成为我人生的信念 所以每一个对生命认真的人 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要问一下 到底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到底我人生的信念是什么 因为你生命中的一个目标的背后 一定要有一个信念的 如果你人生目标的背后 你是没有信念的 那么这个目标 也不会成为你真正人生的目标 比如说我在信主以前 我人生的目标就是 我要成功 我要赚钱 我背后的信念是什么 不管你长得多丑 学历有多差 有钱OK 有钱万事OK 这是我人生背后的信念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 我就是要怎么样 我就是要有钱 我要赚很多的钱 为了钱 我可以出卖我的灵魂 为了钱 我可以牺牲很多的事情 我只要我有钱 万事OK 这是为什么我努力工作的原因 这是为什么我努力赚钱的原因 因为我背后的信念就是 我只要有钱搞定万事 这是所以你容易被欺骗 所以你容易入了迷惑 所以愁苦就很多 但是今天我还是祷告说 我要有钱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 我要建立教会 我要资助孩子 我要帮助很多弱势的人 我希望在这个教会里 每个人都很幸福 有余的可以补不足 所以我要有钱 动机有没有一样 动机完全不一样 信念完全不一样 所以当这个年轻文士 问耶稣说 戒命中哪一条是最要紧的呢 他想到 他是很认真的 告诉你旁边的人 对生命认真的人 会问这个问题 今天很多人对生命不认真 过一天算一天 你问他为什么要有钱 管他的 有钱就好 你知道吗 你问他为什么要结婚 反正每个人都要结婚 你知道吗 反正为什么出去玩 每个人都要出去玩 大家出去玩 我要出去玩 不 我们的人生要有一个目标 而每个目标 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信念 耶稣回答了一个非常 非常厉害 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你看耶稣怎么回答 他问了对的问题 他也问了对的人 就是耶稣 一起来读 耶稣的回答 请 耶稣回答说 第一要紧的 就是说 以色列 你要听 主我们神 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 尽信 尽意 尽力 爱主 你的神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 更大的人 耶稣的回答很厉害 意思是说什么 不管你将来要当医生 要当律师 要当太空人 要打职棒 要进演艺圈 要创业 要当工程师 厨师 牧师 老师 律师 可能神良给每一个人不一样 的角色跟恩赐 但不同的目标的背后 对基督徒而言 有一个相同的 基本的信念 就是耶稣所回答的 我们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是 我们背后的信念 基督徒的信念 是相同的 耶稣回答这个年轻文士 你不管将来你要做什么 但是 一个基督徒而言 不管你做什么 你必须背后有这三个人生目标中间 最重要的三大信念 是做什么都一样 但你活着 你人生目标 有这三个信念 是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 最要紧的 三大信念 第一个信念是什么 第一个信念 就是独一的神 也是你独一的主 圣经说第一要紧的 以色列你要听 耶稣讲的 以色列你要听 你要听 你要听 但愿后现代 今天每一个人 也都能够听见 耶稣所吩咐我们的 你要听 主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主 独一的神 你要听 全世界只有一位神 除他以外 别无真神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 独一的真神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你 创造了我 创造了男人女人 一切生命的源头 就是这位独一的神 他是独一的 唯一的 绝对的权威 他说是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还是是 他说错 过去错 现在错 将来还是错 他是为这个世界 定下生活的次序 大自然的次序 如今 他仍然按着 他所口里所出的话 在同管这个世界的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全世界 唯一的权威 终极的权威 独一的真神 你要听 你知道耶稣的讲话 对后现代的今天 仍然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后现代强调的是多元 最反对就是权威 后现代 最受不了 就是你讲权威 只有你是对的 只有耶稣是神 其他人算什么 只有耶和华是神 其他算什么 其他都不是神 你这么霸道 你这么权威 那么在今天后现代里 是不能够被接受的 后现代什么都可以接受 因为多元 但唯一不能接受 就是权威 当谁说 谁是终极的权威 谁是唯一的答案 那么你就知道 后现代是不接受的 所以你看里安的少年派 反映了多元 泛神论的思想 所以你看里安少年派的时候 一开始印度教 过一阵子佛陀也来了 过一阵子天主教也来了 过一阵子回教也来了 最后一阵子什么 基督教也来了 好兴奋哦 你看基督教出现了 他也拜 他也向耶稣祷告 过一阵子在一个岛上 他连树也拜 岛也是有生命 最后连那个什么 连那只老虎 感觉上都有一点神性 你知道 后现代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按着 你自己的感觉 你自己的需要 你自己的认定 在人生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感觉上 选择你所需要的神 后现代没有绝对的是 后现代也没有绝对的非 多元是他核心的思想 也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对就是对 如果你认为好就是好 如果你认为这是美 就是美 后现代要颠覆所有的权威 后现代里面 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决定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王道 这是后现代 但是你知道 后现代到最后多元 这多元到累了 我不知道你们累不累 多元到累了 表面上感觉很自由 你知道吗 以自己为中心 你说对就对 你说不爽就不爽 你说错就错 每个人都是神 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权威 你最重要 你的感觉最重要 你做的决定最重要 都是你自己来决定就对了 表面上就是 每件事都自己来选择 可是你知道 后现代到后面累了 我最近这个眼目的情欲有问题 又想要买一台相机 其实几年前才买一台相机 我最近不小心看到α6000 好漂亮 做得好漂亮 镜头 就心里又动了 马上跟穆家退休会 是不是搞一台新的相机去拍一拍 这个突然之间动了相机 又开始想 好 这个就上PC home 因为PC home开始浏览 好多的评论 好多的价格也不一样 镜头可以接 微单眼 搞得 真的不知道如何选择 你知道吗 很累啊 突然想到说 到底有没有权威 我们家伙有个权威 我问他一定没有错 他说好一定好 那个人是谁 简黄辉长老 他在沉迷在那个相机里面 过去 我就问他 黄辉 你觉得α6000怎么样 哎呦 牧师你怎么厉害 我已经买了耶 我说你买了 你知道吗 你买了 他说等我用用再告诉你 我常常觉得说 今天多人的时代里 人内心的深处 其实是渴望被领导 渴望有一个终极绝对权威的 他说买 我就买 一定不会错 好不好 我看你控肩弄一大堆 收你搞得你头头晕脑脏 到底哪一个才是性价比最好的呢 问谁最好 问一个权威最好 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权威 他跟你说 哪一台 你闭着眼前去买 一定不会错 其实我蛮喜欢这样的 我蛮喜欢这样的 早期我买那把琴 早期我买那把琴 他们问我说 牧师为什么 牧师你为什么买这把琴 你懂琴吗 我说我完全不懂 为什么买 因为他们告诉我 周杰伦用那把琴 我就买了 后来我去大地教会 大地教会的组 那个钢琴 也是用那把琴 我就确定了 我想周杰伦用的琴 应该不会是什么 太烂的琴 对不对 所以如果他用那把 我就怎么样 用那把 应该蛮安全的 所以我就不用去看那么多 自己研究那么多 我也不懂 后现代很麻烦 谁都不相信 只相信谁 只相信自己 我有一个经验 有一年我去大陆 代表台湾的教会 跟几个牧师去 大陆很复杂 人大 人大 政协 统战部 国台办 国务院 请不认为你搞得清楚 什么是人大 什么是政协 你搞得懂吗 搞不懂啊 还有统战部 还有国台办 这么多的机关 我哪里懂啊 完全不懂 但是感谢主 我们有一位弟兄 有一位牧师 他在里面 已经很长的时间 在研究 而且非常的老练 我发现 他是我们的领队 他棒极了 他只要 我就看着他就可以了 我看到他的老练 我看到他的应对 我看到他的介绍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 非常棒的领导 我就完全的安息 他叫我举杯 我就举杯 就这样就可以了 他叫我说话 我就怎么样 我就说话 你知道吗 他叫我该走了 我就赶快走 你知道吗 我发现 有人领导 有对的领导 还蛮轻松的 阿们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发现 只有一个值得信任的领袖 一个 一个权威的领袖 我们被领导 开心吗 很开心啊 很放心啊 跟着他准没错 准没错 阿们 但是后现代 多元多元多元 多元到累了 你知道 当一个人不相信神 其实不是什么都不信 是什么都相信 当一个人不相信神的时候 不相信终极的权威 独一的真神的时候 他不是什么都不信 他是什么都相信 你看后现代 什么都信 水晶球也信 我昨天说青蛮 他们都是禅厨 禅厨也信 你知道吗 你去餐厅吃饭 常常看到餐厅 收钱的地方 就一只禅厨 含着一个铜钱 你知道吗 你告诉你旁边 不信神 连禅厨都信 水晶球也信 什么都信 你知道吗 连狗也信 猫也信 什么都信 你发现 他除了不相信神以外 他什么都相信 而且再奇怪的都怎么样 都相信 他就说 你信耶稣 你很迷信 我问你拜禅厨跟拜耶稣 哪个比较迷信 拜狗跟拜禅厨 狗也拜 禅厨也拜 什么都拜 什么都相信 但是呢 一定不相信什么 一定不相信耶稣 你来教会迷信 你拜禅厨你很伟大 你拜狗你很了不起 真的 当一个人不相信神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不信 什么都相信 后现代要自己做决定 不相信 不相信 独一的权威 你知道前几天 几个礼拜前 看到一个报纸 说一个少女 二十几岁 看起来苍老到好像四五十岁 那么带着一个尿片 警察问她说 你的孩子呢 她说没有 不是孩子用的 是我自己用的 警察很惊讶 你二十几岁 为什么需要尿片 因为她吸毒 她拉K 她拉K拉到二十几岁的少女 带着尿片出门 你知道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青少年 那是一个悲哀 那是一个悲剧 现在你可以说 在多元的世界里 我可以选择 我要拉K 我要吸毒 我要怎么样 都可以 那是我的权利 你这样讲是没有错的 那的确是你的权利 但我们必须这样说 每一个选择之后 你必须要为自己负上责任 你不要以为 我可以做决定 那么我就可以 不用负责任 你说的没错 那么 你做决定是你的权利 你什么都不信 你只相信自己 你只听自己 那是你的权利 没有错 但我必须这么说 你做的每一个决定 你到最后 你必须要为自己 负上代价 这是后现代 所以你知道 后现代的人活到累了 所以你知道吗 后现代我看 每个人都活得怎么样 很累 为什么 你不相信终极的权威 不相信独一的真神的结果 是每件事都自己来判断 你累死了 基督徒真的很幸福 我可以让独一的神 做我人生的主 我很幸福 为什么 因为多元的主是自己 按照自己的喜欢 感觉来选择 一切以自己为中心 但基督徒不一样 基督徒让那独一的真神 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主 为我舍命 为我复活 那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主 祂是我人生的主 阿们 我很简单 你知道吗 我每件事 我只要打开圣经 圣经说什么 我遵行 哈利路亚 阿们 祂是权威 祂是终极的权威 祂跟你说OK 过去OK 现在OK 将来还是什么 OK 平安 你知道吗 平安 我只要 我只要 明白神的旨意 我只要顺服神的旨意 我只要照着神的旨意 一切OK 历史可以告诉我是OK的 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 顺服神是最平安的选择 哈利路亚 我不要自己去想 我不要自己去想 我只要问那位 那位独一的真神 让祂做我生命的主 我只要遵行祂的话 其实 我觉得很棒的 每件事情 我只要顺服神 我不要自己去想 后现代一开始 很了不起 我不要相信神 我自己来想 你想到都得忧郁症了 真的 想到都没有路走了 想到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基督徒 我告诉你 后现代里面 很需要终极的权威 因为物极必反 你告诉你旁边 大家都累了 真的 每件事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这是我的决定 这是我的喜欢 这是我的感觉 这是我的决定 都是我 我到累了 真的好累 我现在现在都是主的决定 工作 主会决定 会因 主说好就好 你知道吗 这个服事 主护照我就去 你知道吗 你发现每件事 让耶稣做主 真是太棒了 有一条大船 在漆黑的晚上 又遇到大雾 那么航行在海中 所以你可以了解 如果这个大船 在一个漆黑的晚上 又是大雾 又是大雾 所以船长一定拿出什么 探照灯 一方面要看前面的路 二方面要指示 对面有没有船 免得船相撞 所以他就打出这个探照灯 那么就开始在漆黑的海上 又在迷雾当中往前行 突然他看见 对面有一盏灯 向他一直闪 那么他也向他一直闪 他跟他闪 他也跟他闪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大船 你最好怎么样 你最好让路啊 你知道 所以越来越靠近 他就开始喊说 赶快闪开 我是大船 你撞到我你玩啦 他还是 他还是继续在那边闪 都不动 所以这个船长想说 你竟然不动 那么我是大船 你不让我 你小心啦 他就继续 快要靠近的时候 又再喊说 你赶快让路 你快要撞上我啦 赶快让路 这个时候 对面有一个喊出来 我没有办法让路 我是灯塔 你知道吗 其实人生常常是这样 我们需要灯塔 收拾起那个小小的探照灯 在茫茫人海当中 很多时候在茫茫人海里面 在人生的迷雾当中 我们还用我们小脑袋瓜里面 那小小的围光 想要走出人生的迷雾 其实生命最聪明的是 灯塔是永远不会变的 灯塔是终极的权威 你碰到灯塔 你知道你需要按照灯塔的指引 不然你的人生就要触角了 后现代不相信灯塔 后现代永远要别人让路 但神提醒我们 其实耶稣给我们人生第一个信念 不管你是医生 不管你是律师 不管你是太空人 不管你是打MBA 不管你是厨师 不管你是旅法师 你一定要记得 人生第一个信念是什么 我们所相信的神 是独一的真神 祂也是我们的主 阿们 这是第一个信念 第二个信念是什么 第二个信念 就是耶稣所告诉我们的 你要全心全意的爱神 你要尽心 尽信 尽意 尽力 爱主你的神 我很喜欢这个尽字 尽的意思就是 可以全心全力 毫无保留 火力全开 用你的情感 用你的灵魂 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力气 去爱 这是最幸福的人生 你知道很多人以为说 有人爱我们 我们会感到很幸福 当然有人爱我们 我们觉得会很幸福 存在有价值 但是其实人生最幸福的 不是有人爱我们 人生最幸福的 是有一个人可以爱 你知道吗 而且不仅是有一个人可以爱 而且你可以尽心尽信 尽心尽意尽力 用你的灵魂力气 去爱一个人 那你是最幸福的人 只不过 如果你要尽心尽意尽力 尽心去爱一个人 那个人不一定要被你爱 你了解吗 所以到了青春期 男生跟女生都一样 我们都喜欢 男生喜欢去追女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人被我们爱 只是我们尽心尽心尽力 爱那个女生的时候 那女生都不吓跑了 她觉得我不要你爱我 你知道 所以后现代很寂寞 你的寂寞的原因是什么 寂寞的原因 不是没有人爱我们 寂寞的原因往往是什么 没有人可以爱 后现代很寂寞 很多人爱我们 可是你爱我 我不爱你 所以那也没用 所以很寂寞 可是我们爱的人 他不爱我 那就很寂寞 所以在我们里头一肚子爱 因为神是按着人的形象创造的 人需要有个爱的对象 而且爱人很容易受伤 对不对 我尽心尽心尽力地爱你 用灵魂爱你 可是你就背叛我 你劈腿 你搞乱七八糟 我们很受伤 可是受伤以后 我里头还是有很多的爱 怎么办 养宠物是一个方法 我几年前在我们家那边 看到一个宠物店 这么大 跟教会差不多快一样大 好大 我心想说 宠物需要搞成这样吗 很快就会倒 过两年看看 没倒越来越好 24小时开 不仅没倒还开分店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店开不下去 都变什么 宠物店 公馆都有宠物店 校园旁边竟然有一家宠物店 以前是咖啡店 现在变宠物店 弄得好漂亮 我发现 我发现 在宠物店 真的是日增月盛 欣欣向荣 你知道为什么 后现代 是一个寂寞的时代 一肚子的爱 你知道吗 没有人 可以爱 知道吗 那爱怎么办呢 你知道吗 爱一只猫 你可以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 猫 猫一定接受的 猫不会抗议说 我不要你的爱 不会 尽心尽心尽力的爱 狗也没有问题 狗也不会说 我不要你的爱 但你不能尽心尽意尽意的爱你旁边的人 他会受不了 你这么爱我好可怕 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要你爱我 所以一个方式是养宠物 这个我觉得 这是对身心灵都是有帮助的 但我给你们一个更好的方式 爱神 阿们 爱神 所以耶稣给我们第二个信念是什么 尽心尽心尽力的爱神 用你的灵魂 用你的心思 用你的力气 用你的思想 用你的意志 全心全意的爱谁 爱神 这是耶稣给我们人生第二个信念 爱神两个方式 第一个 敬拜 怎么爱神呢 敬拜 所以敬拜 其实不是只有音乐而已 音乐只是一个表达工具而已 其实敬拜 就是让我们向神表达我们的爱 所以每一次敬拜的时候 不要认为只有音乐 乃至用你的灵魂去敬拜神 用你的心思去敬拜神 用你的意志去敬拜神 用你的力量去敬拜神 每当敬拜的时候 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去爱神 很多时候我们带着很多的忧虑 每次一敬拜 每次一敬拜 脑袋瓜就想一些东西 今天厨房的食物还没有退兵 中文要回去煮 这个卡 信用卡还没有缴钱 等一下怎么样怎么样 我自己也是一样 所以我会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竭尽我的心思意念 每当我来到神的面前 每当我主日崇拜的时候 每当我敬拜的时候 但愿我能够卸下所有的重担 在我眼目中间里 只有神 让我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 用我的灵魂来爱我的耶稣 告诉耶稣 我有多爱你 阿们 这是敬拜 这是敬拜 所以当我们说 耶稣告诉我们说 尽心尽心尽力 尽力爱神的时候 你的敬拜是很重要的 你每次来主日崇拜 不是来打个卡就回家的 你每次来主日崇拜 是用你的灵魂 用你的心思 用你的意志 用你的力量 在这里告诉耶稣 告诉上帝说 我有多么的爱你 阿们 所以它不仅仅只是音乐而已 不仅仅只是坐在这里而已 你的心要在 你的灵魂要在 你的思想要在 你的身体要在 尽你所有的力量去爱神 这是敬拜 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 圣洁 当我们讲到爱神 你知道当你叫爱 一定牵涉到圣洁 因为爱 一个全然的爱 是不可以被分享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不会 你希望的孩子 到处喊爸爸吧 爸爸只有一个 你不能到处喊爸爸 你火大 你不会觉得 你老公劈腿 还蛮光荣的 还有能力劈腿 你不会这样想 爱不可以被分享的 所以爱一定是牵涉到什么 圣洁 我们的神也是一样 所以当我们讲到爱神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 世界上只有一位神 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 能够值得我们敬拜 配得我们敬拜 我们只能够敬拜 独一的真神 阿们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用各样的方式 撒旦要夺走 我们对神的敬拜 不管用伪装也好 拜偶像 群星的邪灵 假冒 成你祖宗的灵 假冒 从各样的鬼神 他会要夺走什么 夺走我们对神的什么 敬拜 魔鬼要得到神的敬拜 但全世界 我们知道 敬拜只能给谁 只能给神 独一的真神 敬拜 不能够给其他的偶像 所以这个世界 撒旦用世界的什么 让我们去敬拜金钱 让我们去敬拜偶像 让我们去敬拜权利 让我们去敬拜信 你看到这个世界 用信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 用金钱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 用偶像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 我最近有机会 观察一些演唱会 我发现演唱会跟敬拜 其实是一样的 现在的演唱会 所以年轻人 基本上用宗教的狂乐 去参加演唱会 当他们拿着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荧光棒 在那喊着 五月天 五月天 彩依林 彩依林 或者喊着 喊着这个韩国的什么 少女时代 你看每次演唱会 年轻人两千块 三千块 七千块 八千块 跑到小巨蛋 在那里呐喊 你观察他们在整个 很兴奋 很兴奋 一个高潮来临的时候 基本上 是有点出神的状态的 有点像我们敬拜的高峰 那感觉是一样的 我最近有一次 有一个机会 我参与的时候 我发现 那感觉怎么跟敬拜很像 所以我突然开始觉得 有点错乱 我就想 到底是他学我们 还是我们学他们 流行音乐界学教会 还是教会学流行音乐界 这值得思考 后来我想一想 其实没有谁写谁 其实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敬拜 领敬拜的时候 焦点在明君身上吗 明君加油 明君明君加油 是这样子吗 不 我们是谁 耶稣 敬拜是把焦点 带到谁的身上 神的身上 虽然我们这里 感觉气氛很像演唱会 但整个敬拜的焦点是谁 是谁 但是你看现在 小巨蛋世俗的那些演唱会 焦点在谁 在人的身上 所以他们会一种狂热 会到一种状况 会到那种 一种粉丝文化 会到一种 一种疯狂的状况 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神 这样的在崇拜 那个界限 已经没有办法拿捏了 所以演唱会越办越大 你看到 票卖给谁 那些孤单 那些寂寞的人 因为他们需要一位什么 他们还需要一位神 所以他们喊着的五月天 喊着蔡宜利 喊着周董 喊着这些 在那里呐喊的时候 那其实自己很兴奋 那整个模式 其实跟领敬拜是一样的 气氛是一样的 所以人们在那里 被满足 人们在那里 能够爱那个偶像 爱那个明星 被满足 整个被满足 但你回到家以后 心灵更加的什么 空虚 因为到底五月天不是神 他没有为我们的罪 舍命在十字架上 我不是对五月天不满 我只是举个例子 因为他演唱会办得很好 办得很好 操作得非常的好 可是你更加的空虚 期待下一次的什么 演唱会 我们人生在这里被掏空了 我们跟随耶稣 我们在这里信耶稣 信了十年 你人生被掏空了吗 没有 盗贼了要偷窃 要杀害 要毁坏 但在基督耶稣里 神让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 阿们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需要演唱会 来参加敬拜 来教会敬拜 感谢赞美主 敬拜神 比敬拜五月天好多了 感谢赞美主 阿们 你可以得到真正的满足 所以这个世界 不断地要夺走我们对神的敬拜 所以圣洁 是敬拜的 是爱神的第二个元素 圣经说 以别神取代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必加真 当你用偶像 用金钱 用权势 用信 当作你的神的时候 愁苦一定会加真 我曾经是金钱的奴仆 我刚讲 金钱就是我的神 我的信念就是 我这一生 我只要有钱 长得丑也没有关系 一样可以娶美女 你看多少美女 嫁给丑的有钱人 你知道 只要我有钱 谁敢瞧不起我 钱可以让我翻身 我只要有钱 错的也可以变成对的 你知道吗 有钱是我的信念 所以为了钱的缘故 你可以出卖良知 为了钱的缘故 你可以出卖自己 你可以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你都敢做 为什么 你的信念里面 就是要有钱 钱是你的神 有些人信是他的神 就沉迷在那些社情里面 有些人权是他的神 对他来讲 权是就是神 权力就是神 有些人 偶像是他的神 为了偶像 什么少女时代 什么偶像 可以抛开一切 抛开一切 什么时候 你用这世上的金钱 信 权力 偶像 去取代神 在你心中的地位 而你真的就是在 敬拜那些偶像的时候 我这么说 我肯定 愁苦一定会加征 你的愁苦就会加征 为什么 弟兄姐妹们 爱错人很痛苦 我想大家都明白 那么常常在家会 服侍二十年了 常常有机会 服侍一些受苦的姐妹 这是奇怪 就跟他讲说 你当年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 你当年怎么会爱上这样的人 不管哪一点都配不上你 没有哪一点配得上你 工作之力才干 没有一点配得上你 哎呀牧师啊 就是爱上了嘛 就是 哎呀还会甩头发嘛 还会说笑话嘛 很可爱嘛 你就是这样子 就是爱上了嘛 就是爱上了 你知道吗 今天人生很大的痛苦是什么 你告诉你旁边的人 爱错人 一生都痛苦 爱错人 一生都痛苦 年轻人不会懂的啦 所以我现在慢慢地能够了解 自己选的 十个选 自己选的 十个九个错啦 我很少看到自己选的 是觉得 觉得说 我坚持 我的后现代就是 我的决定 我的感觉啊 我觉得我可以 自己选的 十个九个错啦 那如果上帝为你选的 你不太心不甘情不愿 哎呀 顺服吧 神的美意 基本上越来越甘甜 知道吗 甩头发不能当饭吃的 账还是要付的 但是年轻人 没有关系 爱就是够了 没有关系 你就发现 你爱错了对象 弟兄姐妹们 爱神一定不会错 真的 爱神一定不会错 这世界上 当你真的愿意尽心 尽心 尽意 尽力 全心的爱神的时候 一定不会错 用你的灵魂去爱神 用你的身体去爱神 用你的思想去爱神 用你的意志力去爱神 如果你的人生活着 神是你生命中的第一 神是你生命中的主 你就是尽你说的力量去爱神 这就是你人生的第二个信念 我告诉你 若有人爱神 神是知道他的 Amen 你知道你知识 只是叫人至高至大 但是若有人爱神 神就什么 知道他的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心里没有想过的 你只要爱神 尽你说的力量 爱神 你放心 神为你预备最好的丈夫 你只要尽力的爱神 你放心 神为你预备最棒的工作 你只要尽心尽力的爱神 你放心 神会为你预备 你最棒的服事 铺平你的道路 你真的全心全意 用你的灵魂 身体 心灵 思想 全心的爱神 我告诉你 一生中 神为你预备的 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因为他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如果有人爱他 他就知道他 今天很多时候 现在是这样 我为什么要爱神 我靠我自己就可以 我自己想 你累不累啊 好累哦 每件事都自己想 我们很简单 翻开圣情就有答案 神叫我爱神 我就好的什么 爱神 神说为我预备一切 我就相信神预备一切 阿们 二十年 服事二十年 今年满二十年 其实从我第一次 遇见神的爱 我就觉得神的爱 这样的宝贝 二十年其实没有改变 就是尽我所有的力量 去爱神 尽我所有的脑袋 去爱神 用我所有的感情 去爱神 我真的这样感受到 那些所有尽心尽心尽力 爱神 没有太多想法 就是爱神 是我的信念的人 我二十年 我觉得我越来越丰盛 我越来越丰富 我觉得神为我预备的 超过我所求所想 其实不是自己去抢来 不是自己去争来 不是自己去夺来 神为我们预备一切 告诉你旁边的人 爱神一定不会错 如果你再加上养宠物 也不错 你知道吗 因为人里头真的就是 人需要一个爱的对象 人需要一个爱的对象 如果你没有一个爱的对象 你会觉得孤单 当你发现 你的心可以牵挂 我是不能养宠物 因为我已经心里憔悴了 我在养宠物不行 我已经太多爱的对象 我不用担心 爱神其实爱一辈子都很过瘾的 尽心尽心尽力爱神 做不完 太多的事工可以做 所以不需要养宠物的 但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是 真的是很孤单 养一个宠物 你看起来 你可以尽心尽心尽力爱那只猫 它一定不会反弹的 但是你尽心尽心尽力 爱你旁边那位姐妹 它可能会崩溃 你知道吗 它受不了你的爱 你知道吗 是真的 但你爱神一定不会错的 阿们 爱神一定是不会错的 爱错人很痛苦 爱错对象很痛苦 爱上少女时代 爱上五月天 爱上周董都很痛苦 爱钱更痛苦 爱民很痛苦 爱耶稣一定不会错的 阿们 是的 这耶稣给我们第二个信念 不管你是医生 不管你是律师 不管你是工程师 不管你是牧师 你是董事长 你是电话总机 你本身中有一个很重要 第二个信念 就是不管你做什么 尽心尽信尽意 尽力的什么 爱神 阿们 第二个信念 第三个信念 爱人如己 其次就是说 要爱人如己 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 更大的人 爱人的第三个信念 就是爱人如己 你知道我们常讲爱人 爱人听起来很容易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很写厚厚厚的一本书 写三百页四百页 怎样爱人 你知道耶稣厉害 就是厉害在这一点 耶稣真的很厉害 耶稣这四个字 搞定你所有的问题 就是什么 爱人如己 为什么 你说牧师 我不会爱人 骗人 没有人不会爱人 你会爱自己 就会爱人 耶稣给我们四个字 你怎么爱自己 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去爱人 这多简单 真是让我们闭口无言 你肚子饿的时候 你爱自己 你会去找东西吃吗 会啊 你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看见一件漂亮的衣服 自己穿上去 很好看 会不会想去买 就去买啊 你会爱自己啊 当你累的时候 就是说你需要休息 你就会怎么样 为自己安排一个休假 你会去休息啊 是啊 对不对 当你口渴的时候 你想喝咖啡 你会去买一杯咖啡 你来喝啊 为什么 每个人都懂得爱自己嘛 所以你告诉你旁边 会爱自己 就会爱别人 不要说我不会爱人 你会爱自己 就一定会爱别人 当你上班的时候 你突然想喝咖啡 你看看你对面同事 你如果你想喝咖啡 他会不会想喝咖啡 他可能也会啊 你出门怎么样 带个咖啡给他说 喝杯咖啡 请你喝咖啡 这就是爱人啊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也想喝咖啡 他也会怎么样 想喝咖啡嘛 这一定的嘛 如果你看见那些漂亮衣服 你想到 哎哟 我穿起来一定很帅 那就想到说 哎 搞不好 艳脯餐鞋也蛮帅的 哎 搞不好 贯轮餐鞋也蛮帅的 搞不好 线服穿起来也蛮帅的 哎 我买一件 我会帮他怎么样 帮他买一件 就很简单嘛 对不对 这就是爱人啊 然后就告诉他说 哎 这件衣服送你穿 你知道吗 他开不开心 开心啊 你觉得这家餐厅很好吃 这太好吃了 麻辣锅很好吃 觉得很好吃 哎呀 我知道谁也喜欢吃这个麻辣锅 下次怎么样 打个电话 邀他来怎么样 一起吃 我们都爱吃麻辣锅 这只好吃的 你觉得他开心吗 开心啊 开心啊 爱人很简单啊 你怎么爱自己就怎么样 爱别人 每个人都有爱人的能力啊 我最近来到教会 我学会一件事情 我成长的环境 是没有送礼物这样的习惯 我成长的环境 那么我来到教会之后 我发现教会的人很爱送礼物 生日也送 什么也送 好爱送礼物给人家 那我就常常三不五时 收到一些礼物 你觉得我收到礼物开心吗 很开心啊 真的很开心啊 很开心 突然来的嘛 没有要的 神自己给的礼物很开心 所以我慢慢我也学习 我也学习 既然我收到礼物这么开心 那我要不要 偶尔的时候 我也学习送礼物给别人 要不要 要 因为我觉得 如果这件事情让我开心 那么我觉得 别人会不会开心 别人也会开心 所以我就学习一件事情 那我也学会 去送一些礼物 给一些同工 一些朋友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我收到礼物很开心 他收到礼物会不会开心 会开心 不过送礼物有学习的 送礼物要送的真诚 不要把你家里那个 那个什么信用卡的纪念品拿来送 好不好 那个就不太好了 好不好 我常常觉得送礼物要送的 要送的让人感觉到什么 有爱的感觉 不要你家的 你家的什么花旗银行 富邦银行 什么美国运通 那些寄来的那些 哦 好多好多 敲一个 收到里面还有印花旗银行 那觉得不太好吧 不太好吧 因为你就没有真诚 要送礼物要送什么 真的 你觉得你会开心 他也会怎么 开心 你喜欢 他也会怎么样 喜欢 那么你这样送 他觉得说 哎哟 真是 觉得说人生好不好 美好啊 今天很多的人 其实他都知道怎么爱别人 因为你爱自己 会爱自己就会爱别人 但是呢 很多时候我们 人就很自私 人就觉得说 我痛苦 我要让你痛苦 我不快乐 我要不要让你好过 很多时候 让人觉得很难过的是 有一些人 其实故意地去伤害别人 我觉得那是一个 很糟糕的事情 我们都是人 难免有的时候 不经意之间 或者在急躁中间 会说出一些伤害人的话 这难免 但我们必须说 很多时候 真的不是有意的 那么之后赶快去道歉 说抱歉 那天太急躁 或者心情恶劣 迁怒于你 其实跟你没有关系 很抱歉 我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那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 人不完美 就是一种无意 但你知道 有时候你知道 有一些人 他要来伤害你 他是故意的 他知道 我这样说 你会很痛苦 我就故意这样说 我让你痛苦 因为你让我痛苦 我会让你痛苦 你知道吗 所以有时候 你知道他是故意的 其实弟兄姊妹妹 不要做这样的事 不要做这样的事 不要做一种 故意让别人痛苦的话 做一些故意 让别人痛苦的事 不要这么做 那些曾经 让你痛苦的事 也一定让别人痛苦 我曾经 有很多一些痛苦的事 在我的身上 话语也好 行为也好 但我常常跟神 祷告的是什么 主啊 那些曾经 让我痛苦的事 那些让我 让我非常不舒服的事 让我伤心的事 不管怎么样 我绝对不要 去做在别人的身上 你可以攻击我 我一定不要攻击你 我一定不要攻击你 我不要这么做 我最多保持沉默 我不要这么做 既然你可以让我痛苦 我不要让你痛苦 我一定不要这样做 我一定不要这样做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爱人如己 那些让我们快乐的事情 一定可以让别人快乐 你一定知道的 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事情 也会让别人痛苦 你一定知道的 你知道所以耶稣很厉害啊 耶稣真的很厉害 他用四个字 就回答你 怎么样爱人的问题 不需要写博士论文 厚厚几百页 四个字 而且让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 你会爱自己 你一定会爱别人 知道爱人的人永远不会孤单 当我们用爱人如己的信念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时 别人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爱 你就会有很多真诚的朋友 今天很多人很孤单 是因为自私的人永远孤单 自私的人永远只想到自己 我快乐就好 我痛苦 别人一样痛苦 其实如果耶稣教导我们 人生第三个信念 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不管你是董事长 不管你是医生 你是老板 你是电话总机 你是业务员 你是律师 你是什么师都一样 理法师 其实在我们身边 都有好多的人 或许我们有不同的角色 如果我们懂得 爱我们身边的人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如果你需要休息 他也一定需要休息 如果你会饿 他也会饿 如果你觉得你会喜欢这个事情 他应该也会喜欢这个事情 你最了解你身边的人 如果你明白怎么样 爱你身边的人 就好像爱你自己一样 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标准 你的人生就不会孤单了 阿们 他一定可以感受到你的爱 耶稣教导我们爱人的方式 很简单 很厉害 很宝贵 阿们 爱人如己 就这么简单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不同的目标 每个人目标不一样 每个人目标不一样 有的人要当太空人 年轻人 当创业 有的人要当艺术家 有的人要走演艺圈 有的人要考律师 有的人当工程师 每个人有人要全职服侍 但不管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你身边要有一个底层 要有一个最重要三个信念 或许你有613个信念 但是最重要的三个信念 就是这三个信念 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 这三个信念是 第一 独一的神是你的主 多元活得很累 后现代 每个人都活得很累 因为他不相信 终极的权威 独一的真神 全心全意的爱神 你要知道 爱错对象是很痛苦的 我们生命中的爱 要倾倒在神的身上 你发现 爱神一定是不会错的 当你爱错对象的时候 人生有很多的痛苦 就是因为爱错了人 第三个 爱人如己 你知道怎么去爱人 你就不会孤单了 你不喜欢别人掌控我 那你为什么要去掌控别人呢 你希望别人给我们空间 那你要给别人一点空间呢 你不希望别人羞辱你 你为什么要去羞辱别人呢 如果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让别人快乐呢 所以有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想自己 就知道怎么想别人了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别人这样对待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别人呢 如果你懂得爱人如己 你发现 你的人生会有很多真诚的朋友 你就不会孤单了 好不好 我们一同起立 我们来祷告 对生命认真的人 一定要有一些的信念 你人生不仅仅有目标 其实目标的底层 最重要的是信念 所以像那个年轻的文士一样 他是对生命认真的人 我常觉得 很多的时候 我们对生命 真的是要像这个文士一样 这样的认真 在我生命中 最重要的三件事是什么 什么是我人生的最终极的 三个最重要的信念 那么不管将来 我们人生爬到什么程度 或者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这三个信念 始终是我人生的信念 我的神 是我人生的灯塔 我只要顺服祂 我相信我会安全的上岸 尽我所的力量去爱上 用我的身体 灵魂 意志 思想 智力 去爱我的神 爱我身边的人 爱人如己 Amen 这就是我人生的信念 不管我做什么角色都一样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然后我们要来祷告 爱你 看求主 你看看我双手 一切我所有 甘心为你用 看求主 你看看我的心 所造联洁我 将我分别为是 我们要奔上祢的吉他 得着祢的火焰 站在爱破坏中 尝求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自我怜悯的心 归着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但来盼望在这地 很求主你看看我双手 因此我所有 甘心为你用 很求主你看看我的心 所造恋寂寞 将我分别为神 我们要奔上祢的吉他 得着祢的火焰 站在爱破坏中 尝求那世上的灵魂 求主自我怜悯的心 归着迷失的人群 我们要改变世界 但来盼望在这地 好不好玩 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有一个信仰的告白 你知道相信自己是很累的事情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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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决定 我的感觉 我的判断 我喜欢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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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现代 都是我 很累啊 让我们重新以后 我们改口 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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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才算话 阿们 我的人生其实很简单 主说的算 我说的不算 圣经说的算 我说的不算 好简单啊 我过了五十岁之后 我更坚定的相信 因为我累了 我真的累了 我真的累了 看他们写的东西 很多人写的东西 那些畅销书写的东西 看不懂耶 真的看不懂耶 有人说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后现代的语言耶 有一次很有趣 有一次在讨论 讨论这个校园里面可不可以穿拖鞋 我看到一个后现代的一个学者写了一件事 穿拖鞋 拖鞋 什么叫拖鞋 拖鞋是指脚包覆的面积有多少算拖鞋 脚包覆的面积有以下不叫做拖鞋 两根袋子叫拖鞋 三根袋子就可以不叫拖鞋吗 球鞋包覆了三分之后就不叫拖鞋吗 请问你 拖鞋的定义是什么 我看了 哈哈大小 真的 我告诉你 拖鞋就是拖鞋 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脚的包覆面积 我告诉你 这就后现代的术语就是这样 就是把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用一种很哲学化的方式来表达 我告诉你 拖鞋就是拖鞋 你一看就知道那是拖鞋 有问题啊 脚的包覆面积 累啊 谁不知道那叫拖鞋啊 你知道吗 脚的包覆面积要凉吗 三根袋子以上不叫拖鞋 这是这些人吃太饱撑着 你知道吗 所以可以有很多博士论文产生 因为脚的包覆面积 你听得懂吗 我看了真的变哈哈大笑 我们这种学神学的人 哈哈大笑 是有头脑有问题 真的是有问题 你知道吗 这很累啊 今天再做一个决定 我说的不算 神说的算 有一个独一的真神的人是幸福的 相信圣经的人是幸福的 会转成孩子的样式 单单的相信我们的父母是幸福的 阿们 哈利路亚 就劝我们手再次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 我们知道我不是我的主人 耶稣是我的主人 多么样的简单 多么样的幸福 一 二 三 同声的开口来祷告 天父我们下来祷告 上帝后现代都累了 每件事都在那边分析跟判断 上帝让我们回答更简单 上帝后我们就是相信我们的神 是独一的真神 让我尽心 尽心 尽意 尽意的安革 上帝后我们下来祷告 上帝后我们就知道 上帝后我们知道 那是多元的时代 每件事都多元 每件事都有看法 每件事都真的有看法 但我真知道 上帝的看法是最重要的看法 耶稣的看法是最重要的看法 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 耶稣单纯的用信息 来跟从我们主的人 耶稣祢是我的主 再一次 我愿意从生命的宝座下来 耶稣祢增上我人生的宝座 我要成为一个顺服祢的人 我这一生就是单单的要来跟随祢 跟单单要来跟随祢 上帝一说了诵 上帝我跟随祢 上帝我顺服祢 祢是终于的主 祢是我人生的主 上帝我们谢谢祢的恩典 我们赞美祢的名字 谢谢祢的恩典 赞美祢的名字 最重要的介面就是两个了 爱神跟什么 爱人 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核心的信念 不管我们做什么 试着嘛 就是尽心尽力的爱神 爱神一定不会错的 爱人如己也一定不会错的 你不需要别人这样对待你 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 如果这件事让你快乐 一定也可以让别人快乐 去做嘛 不需要博士论文四个字 耶稣真的好厉害 好厉害 爱人如己 好厉害 一句话就塞出我们所有的人的口 好不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手来祷告 跟神祷告 爱神跟爱人 就是我一生的核心的信念 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 其次也相仿 爱人如己 太棒了 同声的开口祷告 千父我们向你来祷告 上帝耶稣的话就是这样的简单 却是这样的有力量 上帝没有人不会爱人 会爱自己就会爱你 上帝我们向你来祷告 上帝让我真是你来 爱错对象就是很恐怖 上帝我们需要有一个爱的对象 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创造 但是主啊就能帮助我 主啊让我就说 静静静静静静的爱神 爱神一定不会做他 然后我用我的灵魂来爱他 用我的心思来爱他 用我的身体来爱他 用我的自力来爱他 用我的思想来爱他 主啊我们就是来爱你 并且我们也知道怎么去爱人 爱人就好像爱别人爱自己一样 耶稣爱人如己 这是何等何等奇妙的标准 主啊让我知道怎么去学习 上帝我们仰望你我们祷告你 让我们的人生能够活得精神 人生能够活得简单 让我们的活生能够活在神的信息里面 主我们感谢祢我们在 耶稣我们都是对生命认真的人 我们必须要问这样的问题 这样解明这么多 那一条是最重要的 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简单 是这样的厉害 也是这样的命中我们生命中的需要 主啊在后现代的今天 我们仍然要听耶稣的话 以色列亚要听 后现代更是要听 因为终极的权威 独一的真神 才是我们平安的源头 上帝我们谢谢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拜托把荣耀给给我们的神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阿里 spread